我祝福神的神的神 我祝福神的神的神 我祝福神的神 我祝福神的神 祝福神的神 真主却听着为账户福 而向你变速 并向真主诉苦者的陈述了 真主听着你们俩的变速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民的 你们中把妻子当作母亲的人 他们不是他们的母亲 除他们的生生之母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称为他们的母亲 他们的确说出恶言和谎话 真主却是智慑的 却是智瑞的 把妻子当作母亲 然后毁妻所言者 在交接之前应当释放一个奴隶 这是用来警告你们的 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没有奴隶者 没有奴隶者在交接之前应该连续封斋两个月 不能封斋者应当供给六十个平民一日的口粮 这因为要你们表示信仰真主和使者 这些是真主的法度 不信的人们将受痛苦的刑罚 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 必遭磨难 必如他们以前的人 曾遭磨难一样 我却将是许多民政 不信者将受凌辱的刑罚 在那日 真主将是他们统统都复活 而将他们生前的行为告诉他们 真主曾记录那些行为 他们却忘了他 真主是见证万物的 难道你不知道真主是全知天地万物的吗 凡有三个人密谈 他就是第四个参与者 凡有五个人密谈 他就是第六个参与者 凡有比这更少或更多的人密谈 无论他们在哪里 他总是与他们同在的 然后在复活日 他要把他们的行为告诉他们 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 不许密谈而伪敬密谈的人吗 他们密谈的是关于 罪恶侵害和伪看使者的事 他们来见你的时候 用真主所谓用的祝词祝贺你 他们自圆自语地说 真主为何不因我们所说的话而惩罚我们呢 活跃是能使他们满足的 他们将入其中 乃归宿真恶劣 信道的人吗 当你们密谈的时候 你们不要密谈关于罪恶侵害和违抗使者的事 你们应当密谈关于正义和敬畏的事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你们将被继合到他那里 关于罪恶的密谈 只是由于恶魔的诱惑 他欲使信道者忧愁 不得真主的许可 他绝不能伤害他们一丝毫 叫信师们 只信托真主吧 信道的人们啊 有人在会场上对你们说 请你们退让一点吧 你们就应当退让些 真主将使你们宽裕 有人对你们说 你们起来吧 你们就应当起来 真主将使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 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级 真主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应当先有所施舍 然后采与使者密谈 这对你们是更高尚的 是更纯洁的 如果你们无物可施 那么不施舍也无罪 因为真主却是制舍的 却是制辞的 难道你们怕在密谈之前 有所施舍吗 你们没有施舍 而真主已奢佑了你们 故你们应当谨守 拜公玩纳天课 服从真主和使者 真主是全知你们的行为的 难道你没有看见 与真主所浅诺的民众 结交的人吗 他们不属于你们 也不属于那些民众 他们明知故犯的 以谎言门事 真主已为他们准备 严厉的刑罚 他们的行为真恶劣 他们以自己的门事为护福 因而妨碍主道 故他们将受凌辱的刑罚 他们的财产和子嗣 对他们的主的刑罚 绝不能批译他们一丝毫 这等人是火狱的居民 他们将永居其中 在那日 真主将使他们统统复活 他们对他们是 又如现代你们 门事一样 他们以为自己是获得效果的 真的 他们却是说谎的 恶魔已经制服了他们 因而使他们忘却真主的教训 这等人是恶魔的党语 真的 恶魔的党语却是窥舍的 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 必居于最卑贱的民众之列 真主已经制定 我和我的众使者 必定胜利 真主却是至刚的 却是万能的 你不会发现 确信真主和末日的民众 会与违抗真主和使者的人 相亲相爱 即使这等人是他们的父亲或儿子 或兄弟或亲戚 这等人 真主曾将是正性铭刻在他们的心上 并且以从他降效的精神援助他们 并使他们入夏令祝贺的乐园而永居其中 真主喜悦他们 他们也喜悦他 这等人是真主的党语 真的 真主的党语却是成功的 这等人是真主的党语却是成功的 这等人是真主的党语却是成功的 这等人是真主的党语却是成功的